Hello大家好我是仙天摘主 最近朋友又提供了一方端燕做素材 那又可以来给大家水一期了 先粗略看一下外观 燕堂的开封有点问题 我这朋友不太会整 搞出了不少小划痕 所以我先帮他把燕堂再重新打磨开封一下 等搞完了再来仔细看看外观 之前朋友由时开封到了1200模 要重新开封的话一般降一级就可以了 从1000模开始 手法之前有视频专门讲过 这边就不重复了 燕除了燕堂之外 其余部分都封了蜡 观感上会与没有封蜡的部分 产生比较明显的反差 封蜡是端燕比较常用的一种保养方式 封蜡以后燕的颜色会变深 不再吸水水也挂不住 沾到墨也更容易清洗 有的人会比较喜欢用封蜡 作为保养和提升观感的方式 只是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因为封蜡以后总有一种挥之不缺油腻感 当然也有喜欢封蜡的 这就是一个喜好问题 还有一种射焰常用的保养方式 水痒就泡在水里定期换水 有人认为泡水可以让燕尸保持滋润 这也是一种我不会采用的方式 一方会是太麻烦 而这样做无非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对燕尸本身其实不会有什么改变 燕尸的形成本身就需要上一年的地质变化 仅凭水净 短时间内对燕尸其实不会有任何影响 芙蓉西里进水冲刷了上千年的子料 最多也就是被水流膜去扔脚 原本的实施状态并得不到多少提升 否则的话芙蓉西里的子料岂不都是上加燕料 就不会存在捞起来觉得实质不行 又再扔回河里情况了 朋友是个写字的 有时开封到1500模就够用了 没有开泰系的必要 来看看细节 这是一方麻子坑端燕尺寸近6寸 形式规整 燕堂平整 燕尺宽大 燕边缘高起 刻浅浮雕云吻 背面做副手 燕堂中间有一片天青浮云洞 成扁长形 洞周围有胭制红 上边有麻子点和一个翡翠点 这个翡翠点本来是挖燕堂的时候挖出来的一个小眼 挖着挖着中间的小黑点 也就是眼珠给挖没了 变成了有眼无珠 就成了现在的翡翠点 整个燕堂算是非常干净的 没有任何重铸之类的软层瑕疵 唯一的不足是右侧有一条细线 带有少量油盐光 油盐光通常会硬一些 好在量少 视觉上并不明显 所在位置也比较靠边 对炎墨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而油盐光周围的锋芒通常都会更甚一些 所以也不用担心麻子常有的下磨慢的问题 试磨一下 用的五六十年代曹苏工的墨头 供烟天包酒如 顺带说说我对于燕态究竟如何保养 或者说需不需要保养的看法 我个人的选择是不搞那么麻烦 它好点的和用的用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事 燕并不会像转科用的一些石头那样 静置存放也会产生内裂 燕时只要不受外力的敲击 磕碰 不受风吹日晒产生风化 所能保持的稳定性是非常久的 寿命绝对要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 何况燕是文房用具 通常使用场景也以室内为主 一方好燕 不仅终身使用没有什么大问题 甚至可以传家传世 正常合理的使用 想要磨穿一方有一定厚度燕 可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轻易办到的事情 来看看磨穿墨 下墨很轻松 那燕态发墨的细腻度也非常不错 磨出来的墨液润度也相当好 再来看看磨口的平整度和光亮度 总的来说这方冻麻子不错 凑合能用 OK 今天就水到这 我是现天摘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